旋律開始 首先帶您關心到的是 颱風外圍環流帶來強風 氣象局針對西半部與外島 發布強風特報 不過這兩天已經陸續的傳出災情 彰化有商辦玻璃吹破碎片傷人 另外還有郵差代收貨款 袋子被吹走 台中和澎湖都有機車騎士塞車 苗裡還有學校操場 PU跑道 則是被掀開了數十公尺 原定舉行的田徑預賽 經濟環體 玻璃在五六樓的半空中搖搖晃晃 地面馬路上只有一地碎片 颱風外圍環流帶來強風 彰化市中山路移動商辦大樓 玻璃二十四號中午疑似被強風吹落 該公司一名員工下樓拉封鎖限時 遭持續掉落的玻璃砸中頭部與腳部 當場寫了爐柱 立即被送一擊救 六樓跟五樓 他的玻璃就是風太大 把他吹到破掉 現在還有一塊在那裡 中部七十二十三號就開始刮強風 彰化靠海的深港鄉 二十三號有一名郵差 工作途中行進美港公路 不敵強風摔車 代收貨款袋子被吹走 裡頭四千多元隨風四散 最後僅找回兩千元 報警尋求協助 郵局說會自行吸收 我們這邊因為天災它是不可抗力的 那我們彰化大局長說這邊會有 五個地方自行吸收 所以不會具為了道中的權益 澎湖二十四號也刮起十級陣風 威力堪比青台 觀音亭園區的燈結裝置藝術 在風中搖搖欲墜 燈具被吹飛 北遼摩西分海景點插了紅旗 禁止遊客靠近 馬公市則有不少機車騎士 在強風下摔車 風太頭啦 風太頭騎不穩了 臺中二十四號上午 殺戮區一處有線電視 電纜線被大風吹落 兩輛經過的機車 不慎勾道造成摔車 其中三十九歲 林姓女騎士傷勢較嚴重 目前在加護病房觀察 勾道遭催落支電線 自雙方駕駛街摔車後 受傷送光田醫院急救 苗栗二十三號就遭到牆風侵襲 苗栗是經國路行道樹倒一整排 縣議員曾文學在頭份室服務處的玻璃門 遭牆風吹到爆裂 竹南鎮的大同高中操場 P5跑道則被掀開數十公尺 原定舉行的田徑御賽緊急喊停 至少先維修層 可以讓學生可以用 那至少校慶也勉強可以使用 這樣的狀況 校方說已向縣府報修 幸好無師生受傷 後續會爭取經費改建 儘速還給學生安全運動的場域 計較阿民風 彭煥群 綜合報導